日前澳大利亚指责中国出动坚实战机 在黄海危险拦截了一架澳方的军机 并在国际舆论场上进行大肆炒作 由于当时澳大利亚并没有公布足够的证据证明该事件的真实性 一方面外界很难判断这是否是澳方故意捏造的虚无事件 另一方面从过往类似情况可以判断 澳大利亚方面炒作此事很可能是为了污蔑和抹黑中国 没想到这件事很快就出现了新情况 大家好我是石家月欢迎收看本期的实话实说 5月7日中国官方就澳大利亚炒作中国军机拦截澳大利亚直升机一事 公开做出了回应 并曝光了这起黄海海域空中较量的细节 按照中方的说法 澳方口中这起中澳军机黄海遭遇的事件是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事情的经过并不是澳大利亚方面所渲染的那样 在中方正式就此事件做出回应之前 澳方口口声声表示 其海军的一架直升机在黄海海域执行任务时 遭遇一架歼10战斗机空中拦截 澳方称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歼10战斗机急速飞行至澳方直升机前方300米处 并突然释放了照明弹 导致后方的澳大利亚直升机险些被照明弹击中 事后澳大利亚以所谓的不安全和不专业的飞行行为作为说辞 抗议中国战机对澳方军机实施干扰和拦截 但仅凭澳大利亚单方的一面之词 显然代表不了这次中澳军机黄海相遇事件的真实经过 中方国防部对此也明确表态 并称澳大利亚是在颠倒黑白倒打一耙 中方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随后还大概了阐明了事件的经过 他说中澳军机黄海相遇过程中 中方之所以会对澳方军机采取驱离措施 原因主要在于澳方军机在中国海军与黄海举行军事演习期间 前后有三次派出霍巴特号驱逐舰上的海鹰直升机 企图对中方的军演进行抵近侦察和干扰 而且解放军演习部队多次向抵近的澳大利亚直升机喊话警告 却被对方当成了耳旁风 最终中国空军才紧急升空了歼10战机前往应队 并采取行动将外机逼退 也可以说在这起事件当中如果澳大利亚直升机真的被解放军 坚实贴脸教训那也是他们自扰的 当然这也是中方极为正常且合理的操作 不但专业安全还符合国际惯例 因为演习区域本身就是禁区 澳大利亚派出军机意图对我军演习区域进行抵近侦察和干扰 那警方军不拦你拦谁呢 难道还眼看着你大摇大摆抵近侦察 还放你进去捣乱吗 当然中方采取措施将澳大利亚直升机从我军演习区域附近驱离 某种层面上也是在保护澳方军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当时澳方军机真的误入我军黄海演习区域 正所谓子弹不长眼 一旦澳方直升机被解放军可能存在的实弹演习误伤 恐怕到时候这架直升机后悔都来不及了 虽然澳大利亚当时打着执行联合国决议监测任务的旗号在黄海活动 但蓄域抵近解放军演习禁区 甚至抵近中国领空等行为是很不应该的 一旦引发误解和误判 最终吃亏的必然是澳方 希望澳方在搞挑衅行动前先掂量掂量后果 另外除了黄海方向之外 澳大利亚另一边还跟随美国在南海给中国上演药 4月22日以美非为首的监并间2024联合军演 在南海周边海域举行 美非为这场盛世浩大的联合军演派出了1.7万名军人参加 而澳大利亚同样有派兵参演 甚至在美非军演正式举行的当天 一架隶属澳大利亚空军的E-73机预警机 还悄悄溜进了南海 这足以证明澳大利亚是铁了心 要跟随美国在军事层面给中国使绊子 对此针对澳大利亚多方向的错误行为 中方已向澳方发出了警告 要求澳方要尊重事实 停止虚无炒作和挑衅行动 更要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 以免破坏中澳关系改善的大局 中澳关系最近十年来的发展 实则是跌宕起伏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主要在于澳大利亚相关方面 盲目充当美国治华的极限风 从而导致中澳关系被长期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前中方一直在推动中澳关系 能够实现进一步改善 在这种节骨眼上 希望澳大利亚不要节外升至 更不能让中澳关系出现开倒车的现象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长按点赞和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